本周的热门话题当然是一年一度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 而我们已经看到抗议者在反对美国总统塔纳德特朗普出席此次活动 一起来看一下迄今为止所发生的相关事件吧 首先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 在达沃斯论坛开幕当天发表了讲话 这也是20年来印度有代表在论坛上发言 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领导人在达沃斯发表讲话是一个向国外投资者们 展示自己国家的完美机会 莫迪表达出对诸如恐怖主义和气候变化等问题的关注 他说一个包容的进步的印度 将继续给这个有点阴暗的世界带来点好消息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 印度将成为2018年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 而印度依然预期到2025年实现5万亿美元的经济规模 莫迪强力暗示印度是一个开放性的国家 另外一个与外国投资者有最大限度交流机会的领导人 是英国首相特雷沙梅 英国脱欧谈判是达沃斯的主要议题之一 美女士在发言中强烈表示 英国将成为世界贸易的领导者 她还提到更广泛的全球化问题 达沃斯与会者还就美女士关于经济大恶门 不安规则纳税的发言表示赞赏 谈到社会责任 特雷沙也表示出英国坚定支持的态度 需要指出的是达沃斯论坛还没有结束 每个人都在期待星期五美国总统 塔纳德特朗普与卢旺达总统 兼非洲联盟主席卡加梅的会面 这次会面将会重申美国与非洲的关系 并讨论共同的优先事项 但这会容易实现吗 非洲一些商界领袖已经表示 他们希望特朗普就先前多次 对非洲的不敬之词做出道歉 虽然这些评论还不会对美国和非洲国家之间的 长期贸易和投资造成太大伤害 但这并不意味着达沃斯期间 不会有些尴尬时刻 包括抵制特朗普演讲等 令人难看的是 越来越多的达沃斯与会者 都计划就特朗普的言论 举行一次示威活动 我们将继续更新达沃斯论坛的相关情况 感谢您收看杜高斯贝电视 再见